如果你感觉到了 那就不是父爱了 但是您对于父亲的爱 如果可以的话 请在这一天让他感觉到 父亲节快乐 静静的眼睛 恐怖错爱的星星 凤凰精选 三百六十年的呼唤 两千一百多个日子的奔走 富春山水终于合避 凤凰卫视邀请两岸三地名家 带领大家深入 富春山居途的世界 山水合避 富春山居途文化思考 今天凤凰卫视中环台 至尊新坐标 全新天籁公爵 革新登场 东风日产天籁公爵 中国叫死 中国梦想 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大肠杆军 让人不寒而栗 火加在甜蜜饮料中的塑化剂 更是致命的温柔杀手 全球正在拉向食品安全的警报 丧中为谁而鸣 天虚里特约之金日凯世界 星期一凤凰卫视中环台 欢迎回到清清白老汇 会声会色 就走在公司 我就听我的同事们讨论 说现在大陆不够三千不给税 超过三千才给税 越高税的越多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天上人间恢复营业了 什么跟什么 这是个人所得税 交税好 按时交税 利国利民 有人为利是土 有人有利不土 有人是名利为分土 有人是分土为生命 这周发生很多事都跟利有关 近两年市场上最无望不利的产品 那就要数苹果的iPhone吧 浩浩荡荡的赚了大把银子 利润不少 最后栽在了专利上 诺基亚起诉苹果 盗用了一系列的专利 前两天停外和解 苹果赔诺基亚几亿美刀 这还不算完 结了旧账 以后苹果每卖一台iPhone 还得给钱 记得我曾经 因为拿着诺基亚 被苹果粉们耻笑 你们那个不也是诺基亚吗 加个苹果皮就了不起了 其实这山寨诺基亚还不算最挣钱的 还有一个高利润产业 洗浴中心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报告显示 去年洗浴业的利润高达1400亿 我爱洗澡好的钞票 等于全国人民花在洗澡上的钱 是平均每个人一百 当然了 这您在家洗洗就睡那种 他还不算呢 您看中国人民的欲望 还是很强的吧 拉动内需 还得是靠浴池 无浴则刚 有浴则昌啊 算起来 我浴池邻家 应该算是全国里浴池 挣钱最少的 但是 这1400亿里 又有多少早票 是可以开发票报销的呢 说到利润 前面聊过 如果中越为了南沙群岛争的头破血流 有可能是渔翁得利的后果 单看看曾经被争来争去的黑瞎子岛 堪称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典范 一岛两国 一石二鸟 现在也快开放旅游了 中俄两国都得利 越南 着实应该向俄国人民学习学习 现在你在南海 一差二错的搞些不三不四的勾当 别以为就能人目人六的潇洒下去 小心给你收拾的七荤八素 让你九泉之下十分难堪 栗子身后一把刀啊 贪图小栗的时候 也得悠着点 南京江宁 又一群盗墓贼 组团挖墓 栽了 这群贼本职工作是农民 后来自学成才 做了盗墓专家 教材 就是电视里的健保节目 电视节目是个好东西 看健保的 报了 看综艺的 笑了 看股票的 全被套了 你说看军情观察室呢 干点什么去合适呢 说这几个盗墓贼啊 在一个狗不拉时 你要不下在乌龟不靠岸的 偏僻茶园下的手 结果呢 不明真相的茶农 以为有人想偷茶树 报警了 原来这个茶园底下 藏着一个东汉末年的墓葬群 而且这墓主 还是一个知府级别的官 这批盗墓分子 虽然隐蔽工作没做好 但精通风水啊 哪里有古墓 看地形就能给找出来 这玩意赶上几个犬了 看来真正的风水大师啊 不是去挖宝藏了 就是去陪小甜甜了 就在小时候上学那会儿 特羡慕女同学 跟老师说一句 就可以不上学 说我今天立嫁 那会儿兄弟们不明白啊 分析的结论是 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才有立嫁 小小考了前几名 大家就窜到他 快找老师要立嫁去 总之呢 我们认为立嫁是个特别好的东西 那会儿 据说呀 最近北师大也在通过实验 来证明立嫁特别好 这个课题 他呀 征集每个月立嫁准时来的女生 让他们在那几天生理期内 去买彩票 从而论证大姨妈是否得中彩票 有帮助 如果实验得出了正面的结论 We need a change 我们将失去一大批的哥们 收获一大批的姐们 珍惜你身边的男人吧 如果说塑化剂对于我们 是一次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 那这次将是男人的灭顶之灾呀 根据这个实验 我就推测 法国那个路透社呀 有一批立嫁精准的员工 连续七次猜中了中国CPI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这个不看彩票真是浪费哈 七强 全都命中失还 的确很难 但是开翻枪再画靶子 那可能靠谱很多呀 中国的CPI是外国人先知道 股市内幕是有钱人先知道 只有物价上涨 才是咱老百姓先知道啊 有个地方就把老百姓的利益 当成了领导干部的福利 浙江省苍南县850套 本该分给困难群众的限价房 却成了官爷爷的府宅 当地政府啊说这事有明确规定啊 限价商品房销售对象 优先考虑党政机关和其他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职工 嗯 没有贫困的省市县 只有贫困的公务员 武汉的规定就不同 公务员做不好 直接给你整贫困 智庸风暴继续在刮 全科室要有一个人违规用电脑就实行连作 上班炒股的 玩游戏的聊QQ的 除了书面写简条之外 全科室都要连带被罚 扣分不说呀 还扣全科室所有人一个月的奖金 共产主义战士 就要有生死与共的精神嘛 共产共赔 有难同当 有利 独享吧 德国呢 有利谁也不能享 可能受到日本福岛飘来的核 这个核辐射云的影响啊 德国的总理 默克尔宣布 将放弃八座老旧的核电站 计划到2022年 彻底就不用核能了 那接下来使用什么电力还没落实啊 反正核电站这么多失业工人嘛啊 来英和善和修大巴吗 实在不行 大家站一排 吹风车 对如今的北漂学生来说 那真是实不利息 追不利 在北京立足了户 难啊 没有利保就业率 今年北京将严格控制非北京户口的高校毕业生刘京 力争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不低于95% 想搬进北京 你会发现 四面八方都是墙啊 想拿天堂的户口本 只需要找个墙一头装回去 要拿北京的户口啊 您撞完了墙 还得给人把血擦干净 再回天堂去 再看看伊朗啊 那个防止美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渗透 大力开展全国整风运动 主抓伊朗人民的服装造型工作 年年夏日 触动了七万多名城管队员 他们那边叫做道德警察 走边每个角落抓缺德的人 男的不准戴项链 什么染发 吹发 卷发 各种这个头发的怪异行为 一律禁止 女的呢 不准穿紧身外套和露肉的裤子 伊朗女人要想臭美 不光要钱 还要命啊 好不好 伊斯兰姑娘们 她们拼的呀 都是内在美和内在贵呀 最近啊 微博上就流传着这么一张照片 东莞的医院门口 和尚 尼呼 道士 美女 四度神仙 齐上阵 为一个植物人病患 祈福 一起发工的时候 各种助于响彻云霄啊 阿弥陀佛 班若波罗蜜 玛丽玛丽红 哎呀 死鬼 不愧是史上最牛 最跨界 最混搭的祈福团 感谢上帝真主 太上老君 以及如来佛祖 还有那两位 一不遮体的美丽活菩萨 利 利 利 都是人生的重要组成元素 在这个利益大于一切的世界 也只有学会淡薄名利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才能有个美丽人生 活得开心自在 希望大伙呢 都能在人生的道路上 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跟随着自己的内心 坚定的走下去 父亲节快乐 咱们下周见 原生 他就像一出音乐剧 贫富贵贱 各行各业 都是角色之一 有人平淡 有人离奇 关键闪亮登场以后 你还没法而恩惠 泰泰勒 美女私房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